我国通货膨胀率在上涨 5月达到2.8% 首相署经济事务部长 纳杜斯里穆斯达法指出 政府今年拨款773亿令吉的 巨额补贴稳定物价 如果政府取消监贴 通胀率恐怕会飙涨到11.4% 拨幅力达到7.3 billion 拖延到7.3 billion 51 billion 拨幅力达到 petrol, diesel, LPG, minyak masak dan beberapa拨幅力达到 hm bus tanpa拨幅力达到 SPI di Malaysia 莫斯达法今天在布城出席活动后召开记者会指出 我国通胀率从4月的2.3%上涨到5月的2.8% 政府至今津贴汽油 柴油 食用油 水电费 鸡蛋和肉机等等 高达773亿令吉 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津贴数额 由于俄乌战争持续冲击供应链 导致物价不断上涨 万一欧洲的局势恶化 政府会考虑在管理和发展开销方面实施节约措施 稳定我国的财务状况 也订阅您能够在两个球域战争取冲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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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冲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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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袋